动物疫苗接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 1879年路易斯·巴斯德发明了第一种激活乱动物疫苗 从此,动物疫苗接种成为受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助于预防和控制牲畜疾病、牲畜和野生动物 动物疫苗的生产面临与个人、政府和公司经济困难相关的挑战 传统动物疫苗和下一代动物疫苗有以下差异 1.常规动物疫苗 常规动物疫苗是指经过长期使用并证明能有效预防家畜和野生动物疾病的疫苗 这些疫苗是使用传统方法生产的 例如灭活或减毒的病毒、细菌或毒素 动物疫苗产业面临的挑战包括 1.个人、政府和公司的经济困难 动物疫苗接种法规不如人类疫苗接种法规严格 这可能导致个人、政府和公司投资动物疫苗变得困难 2.缺乏认识 对动物疫苗接种的好处缺乏认识 可能导致个人、政府和企业难以投资动物疫苗 动物疫苗接种的好处包括 1.疾病预防 动物疫苗接种是预防牲畜 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传染并传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1.疫苗接种可以保护动物免受狂犬病、犬温热和细小病毒等疾病的侵害 2.经济效益 动物疫苗接种降低了治疗牲畜 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疾病的成本 与其他控制受益感染的方法相比 动物疫苗接种是最有效且可持续的方法之一 动物疫苗已被证明是控制受益感染最具成本效益和可持续的方法 2017年动物疫苗产业价值70亿美元 预计2024年将达到90亿美元 2017年动物疫苗接种